Hello 大家好 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空中聊聊车 今天我们延续上一集的话题 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聊聊 Toyota E100 Corolla这款车子 在我们上一集的节目 跟大家讲到E100这款Corolla 它的开发的故事 各位可以去把上一集捞出来听一听 接续下去 基本上E100 Corolla就是在1991年发表的Corolla 在台湾来说就是和泰进口 美国原装进口的第二代的Corolla 这款车子在台湾也相对的平易近人 我们个人也是相当的推荐 各位可以去找这台车来玩一玩 好的 我们在上一集节目 跟大家聊到这台车的开发故事 还有它当初一开始在日本发表的一个情况 我们接着上一次的话题继续跟各位聊 这台车是在1991年的6月12号在日本发表的 那么在1993年的5月进行小改 在发表的时候到小改中间 日本发生一些很严重的事情 就是泡沫经济彻底瓦解 泡沫经济是在1991年打到巅峰 1993年的彻底崩坏 在小改的这个时候 刚好就是它刚好刚开始崩坏的时候 所以它除了把外观做的比较先进一点的变化之外 最重要是Cold Style 比方说它的SEG顶级的规格 它本来有选配的易近衣表跟电动作业 通常都取消了 然后1.3的引擎输出降低了3P 主要是为了要省油 还有就是让动力的输出的这个区间 算是比较平衡一点 那这一代Carola是在1995年的5月停产的轿车的车型 但是我们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它的旅行车一路这样小改小改过去 小改到2002年的7月1号才停产 那么这一代的Carola在日本 它整个生产周期总共卖出了67.7万台 也就是说4年的时间卖67万台 这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数字 在它卖的过程当中 它是雄剧的销售冠军 每年的销售冠军 偶尔的每个月偶尔会被人家抢走一下 但是很快就拿回来了 这个真的是厉害 那么在日本销售过程当中 有一台车一定要跟各位好好的提提 就在这一代 它曾经推出过一台很特别的特色车 在1994年小改了之后 它推出一款叫做TRD2000的特色车 限量99台 那么只卖出了10台 由于说是只卖出了12台 这台车是一个我们现在在看 甚至算是一个梦幻的异品 不过你去研究过这个时候 就会发现这个车梦幻归梦幻 但是买起来付出的代价还真的是不少 这台车怎么来的呢 它是由TRD 就是Toyota的赛车部门 在做企划 以Carola GT的车型下去改的 而且它很厉害 它是用当年 就是跑TRD下去跑JTCC的赛车 同一颗引擎下去调教的 所以这颗引擎 原本在Carola GT上面的输出又往上提升到180匹 而且因为这颗引擎有做大幅的强化 所以它的这个引擎室的空间不大够 它不能配ABS 然后也不能选配这个寒冷地式样的这个大电瓶 基本上在日本 它有所谓的寒冷地式样 就是电瓶会加大 对应这些极寒的这些天气 不好意思这台TRD2000 不能选择东西 这个引擎室已经满了 然后再来呢 它的引擎室有一根拉杆 乍看下会以为是TRD为了100Carola开发 但其实那个角度是不大一样 因为这颗引擎的角度不大一样 那么在这个市售之前 其实有做了三台的试制车 我在猜应该就是这三台试制车 所以会让人家觉得说 它到底是卖了10台还是卖了12台 基本上市售车的车身套码 从4号开始的 那还有一个可以值得跟大家一提的是说 它的这个变速箱 原本它是从ST202这一代Selica 就是那个头灯已经变成 四元头灯那个Selica过来的 可是呢 因为这台车子 它的车身不够宽 上不去 毕竟它的引擎有做过一些调整 所以最后呢 它是拿这个上一代的Selica 也就是最后一代先登的Selica的 这个变速箱 哪来修改 哪来用 那我们刚刚一直讲到现在 大家都会觉得说 很奇怪 这台车这么的特别 你看这个引擎特殊强化版 为什么它限量99台 最后只卖出了10台呢 因为很简单 它卖的条件非常的特别 首先一个 这个车子只有在东京卡拉店 这个经销体系贩卖 各位如果你对Toyota经销体系 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捞我们 有好几期节目 在讲日本风田经销商的演变 反正它只有在东京卡拉店这个地方在卖 基于日本的法规的规定 它只能在东京都 还有仅邻东京都的三个县去贩卖 也就是说它只有在一都三县贩卖而已 而且各位要了解 在日本买车是跟着你的户籍跑的 像台湾呢 基本上台湾小小的 所以你在台北住 你到台南去买车 这个都没有问题 在日本是不行的 也就是说你户籍必须在一都三县才能买 然后它的规矩很多 这个车必须要年满25岁 然后一次付清款项 没有保固 清楚 没有保固 那你说一次付清款项没有保固 这个也还好 反正毕竟这赛车 这个车子多贵呢 来当初它定价是335万日币 它比当时的Selica GT4 顶级的Selica性能版还要贵 那当时的Carola GT卖多少钱呢 才卖172.6万而已 等于说这个车子是最贵 当时市售最贵的Carola的两倍价 所以呢 这个车子当然就没有什么人要买 最后只卖出了10台 真是个梦幻艺品 那还有另外一个八卦是说 本来这台车 它本来要取名这个TRD2000 TRDCarola2000 结果被Torah热令说 不行 你这台车子的 已经把Carola这个精神全部给改掉了 不行 热令你不准去做Carola这个车名出来 所以呢 有此一说 它车尾的有一个贴纸写TRD2000 但是你仔细看 TRD2000的贴纸被割成两半 那我们就在猜 应该是它本来贴纸已经做好了 TRDCarola2000 把Carola这个质量把它给拿掉了 那基本上 这个车子非常的特别 那时至今日呢 我们在网上面看 大概有辅助水面 大概就三台而已 其他几台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毕竟这个车子 当年要花335万日币 都可以买到皇冠 没有问题了 而且还没有保固愿意买这个车的人 真的是非常的有爱 好 这个是我们跟大家讲到这个日本市场 推出一款梦幻版的TRD2000 这一款限定车 那这台车呢 是1992年8月在北美上市 那北美呢 它主要是分基本款 DX L1跟X1啦 那基本款跟DX呢 有不同的保险感 水箱罩 大灯 还有后盖四条 那这是这个外观上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 那么它基本款呢 配的是1.64A FE 那还有这个比较高级的呢 是1.87A FE 主要是配在这个DX L1跟Wagon 那么一开始 这颗这个7A也蛮好玩的 1993跟1994年式的7A呢 输出是115P啦 后面呢 因为环保法规的关系呢 它只要降低输出了 变成105P 所有的车型呢 都是前叠后股 那么L1以上呢 有所谓的跑车化的座椅啦 而且L1的美规只有自排 如果你看到L1有首排呢 那是加拿大规格的 然后这一代呢 在北美也停止引进了跑车版本 跟4WD的四轮驱动版本 而且呢 跑车呢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Caula Coupe Caula GTS SR5 Coupe 这个车型由谁来取代呢 有Persail 什么是Persail呢 就是Persail的双门跑车版本 基本上就是一台羊皮狼 外观很帅 但是不太会跑 那么这一代呢 因为在北美大受欢迎 所以在1993年的时候呢 还曾经发生过说 卖的实在是太好了 那么在北美的 美新联合制造厂 制造不及 怎么办呢 有一部分的93年式的 玫瑰Caula 是从日本生产出口过去的 至于这代的5门呢 也都是从日本原装进口 过去到美国的 那么在美国方面呢 1996年是有进行了小改了 那1997年的车系做了一点调整 把5门的入门款DX取消 那4门追加一款更洋春的 不是更洋春 就是介于这个基本款 跟DX款中间的一个CE的版本 并且所有车款呢 都追加了侧面防撞设备 符合这个联邦的法规 同时呢 在1997年底呢 Caula总销量 正式超过了金规车 就是这个Volkswagen的 Beatle甲克充成为这个全世界单一车统销售冠军的宝座了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代车子呢 在1992年底开始呢 在纽西兰开始组装了 那纽西兰生产的主要是欧归的这个车系了 所以有1.3 1.5 1.6 这两款车子 有轿车 五门仙背 五门鞋背 跟五门旅行车了 那后来呢 因为这个消费者觉得这个1.6 引擎不够用 所以有追加了1.8 那么至于在纽西兰一海之隔的澳洲呢 很好玩 我们之前在跟各位介绍1910Caula的时候 有讲过 1910Caula有在澳洲生产到1994年 所以呢 这一代1100的Caula在澳洲是1994年5月呢 才开始生产 但是很好玩的是 它的生产工厂跟之前生产上一代的Caula工厂 又不大一样 那同样它有所谓的先辈版跟轿车版 1.6跟1.8 那么曾经在过程当中 曾经有这个日本原装的这个Sprinter的先辈的版本 但是卖的不是很好 所以后来就取消掉了 那澳洲呢 这个Caula生产是在1999年停产 因为这个市场的反应也不是非常好 所以在下一代的Caula改成日本原装进口 这个是我们跟大家补充一下 纽澳这边的状况 那至于呢 在台湾这边呢 是1992年的10月2号在台湾发表 那发表的slogan叫做 有点长 叫做地球性能超感个性MIDI 高科技革命开启感动的汽车时代 其实我也听不太懂 这到底在讲什么 那同跟上一代一样 它广告宣传都在北美拍摄了 也都是找年轻人那边抱来抱去 爱来爱去 笑来笑去 那这一代在宣传上 它有标榜一个东西就是说 它的前座椅的固定座 有做调整 让前座椅下方就是后座那个脚 你可以往前伸的脚步空间 加高了4.5公分 加宽了4公分 那么还有标榜说 这个防锈钢板的面积有87% 甚至引擎盖跟车门板都采用双层镀的镜面钢板 更加抗腐蚀 的确 我们在路上看到这些cola 这个你说看到引擎盖跟车门锈掉 还真的是不多 必须这么讲 那么它这一代呢 比起上一代就是在台湾来讲 增加了1.8这个急剧 那么1.6也是一样保留 那么一开始呢 这个配备还算不错 这个1.8有配到双安全气囊 那么可是到后来呢 1.8就变成这个单安 而且单安还是要选配 这个有点可惜 那么ABS是全车系的选配 要加价4万 后来有调整到3.5万 而且入门的车款不当选 也是有点可惜 最早刚发表的时候 台湾的急剧是1.6DX 1.6L1跟1.8X1 那1.6DX只有五速手排 那么其他都有所谓的手排跟自排可以选 但是1.6只有三速自排 可以选没有四速自排 那1.6跟1.8外观其实很好分 1.6的车尾的反光视板是灰色的 1.8是尾灯同色的 并且1.6它是黑色的门把 黑色的后视镜 售价方面 1.6的DX入门款是52万 那这个L1呢 537,000手排 560,000自排 1.8X1是57,000手排 615,000的自排 颜色呢 总共有雪雕白 珍珠黑 艳阳红 圣诞红 珊瑚紫 虎帽金 翠蓝绿 跟云彩蓝这几种颜色 当然之后有做一些调整 内装则是有黑色灰色紫色 这三色呢 搭配在不同的车色 那具体的配备差异呢 L1比DX多了这个185宽胎 DX它用的是17565R14 然后L1还多了转速表 前座中央扶手 行李箱照明灯 六四分离后座 后座还有头枕 那么绒布呢 也比较高级点 而且它的窗框呢 有这个涂黑了 那X1又比L1多了什么呢 多了微调雨刷 定速 气囊 跑车试容座椅 高低可调驾驶座 高低可调方向盘 电动后置镜 后置镜门把 门挡泥 车身同色 那跑车式的铁圈盖 就是七爪的这个铁圈盖了 然后前防轻杆 遥控电动可折 后置镜 驾驶座化妆镜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车尾 尾灯颜色的 这个反光试板了 好的 那么在上一代 190KARA呢 在台湾有上演 所谓的这个 大对决 这一代当然 平易输入商呢 也是跟总代理PK啊 可是呢 大家看到 哇塞 代理商爆出来的价格 这个这么的便宜啊 所以这个水货商呢 也只好 在这个配备上 动点脑筋啊 比方说 1993年式的北美 已经全面标配双安了 那代理商呢 只有1.8X1才配 1.6是选配了 而且是胆安 所以水货呢 他就进了一款 很有趣的车 叫1.6DX 没有转速表 但是有安全气囊 但他的售价呢 比代理商报价 还要再高一点了 所以呢 这个竞争力很有限 而且后来总代理呢 他又开始搞了一些 优惠促销的一些手段 推出一些特试车 所以呢 据说啦 我们看这个小道消息说 有一间水货商呢 他本来想要 引进1000台了 然后呢 这个只有代理商 发表了之后呢 哇塞 这个牌价比他的 这个成本价还要低一点啊 哇 这个实在是受不了啊 所以那个 最后呢 这一批是忍痛 赔钱退运了 就没有进来了 所以这一代的卡拉 基本上我们在台湾 很少看到水货了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这一代在台湾的代理商 有搞了很多特试车呢 我们这边跟大家简介一下 首先是1993年的3月 他搞了一台特试车 叫做Aliceo Aliceo这个特试车多了什么呢 他有单片CD 有尾翼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铁圈盖 还有车面 车车的侧面试条 那这一款特试车呢 不好意思 我从来没有在路上看过 这个只是行路上 有看得到的东西了 那么在一般来说 你在路上比较看得到 是所谓的Club LA 美国华卉 这差点讲错了 那Club LA 它有三个版本 一个是Club LA Club LA2 Club LA3 它的配备稍微有点不同 Club LA 它有镀金的logo 紫檀幕式板 车身的彩绘饰条 后窗正常链 还有这个 这个C柱旁边 这个三角窗的这个窗贴 那么Club LA2 它主要多的是什么 它多的是尾翼 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地方 就是说 你看到有尾翼的Carola 基本上如果它不是特别去加装的话 那应该是Club LA2 那Club LA3 是1994年的6月出来的 它一样多了这个车身试调 窗贴空气信心机 还有这个原厂防盗TVSS 后挡遮阳连 但它就少了尾翼 那这几款是前期的特资车 那在中期的部分 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美规 1995年是1.8 因为这个法规的关系 马力都调降到105匹 台湾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1.8本来是双安 那就变成单安 那双安是变成选配 而且甚至很好笑 之前我们讲到 那个美国华卉 它有所谓的紫檀幕 那结果这个销量 这个不如预期 所以它后来 在中期的时候 也提供这个一般的车子 可以选配 加价8200块钱 可以去选配 那么在1995年3月 又推出了这个中期的 美国华卉Club LA 它有所谓的原木饰板 不是紫檀幕了 是原木饰板 镀金logo 扣窗遮阳帘 还有窗贴跟环车的饰条 那在95年的3月 同时间也推出另外 叫做Golden Edition 它多了就是所谓的金标 然后这个环车饰条 上面又写Golden Edition 还多了一个6片的CD 那么限量这个330台 那么牌价是66万9 而且还多了一个TVSS 那在1995年的10月呢 发表了1996年式的小改 就所谓的后期的版本了 那改成同色水箱罩 红白尾灯 车身呢 多了所谓的翡翠绿 新树兰跟帝王金了 1.8呢 多了这个电动天线 而且马力多了一批 据说了 它的发电机改成日本的品牌 比较耐用一点 然后呢 这个1997年式呢 则是增加了水晶纸跟青涛绿 这两款颜色 那这个车子在台湾呢 算是卖的非常的好 基本上在Centra C 这个车子上市之前呢 这个车在台湾 打遍天下无理所 但就算上市之后呢 它在进口车销售 还是冠军了 光是这个1.8的销量 在1992年呢 就卖了21937台 1993年呢 卖了27685台 1994年呢 卖了26521台 这个车子算销量非常的好 好 这个是呢 我们跟大家讲 这款Caula呢 在台湾市场的一些 表现的一些状况 那基本上呢 这个车子 我个人真的是非常推荐 年轻的朋友 如果你想要玩一玩 Toyota当年的高品质 还有这个手排车的话 我非常推荐你去找一台 这个我们叫做 All New Carola 这个LLA这一款Caula来玩 毕竟呢 比起上一代1910这个俊杰Caula呢 这一代Caula的配备 还有空间真的是比较优异一点 当然它的味道也是不大一样 你要论高级质感的话 我觉得1910的高级质感 还是比较大一点 但是呢 这一代的Caula呢 你税金 你可以去找到这个1.8X1的手排 配备又好 税金也不错 如果你有找到9394年式的话 还有双安定数 这些好玩的东西可以选 那么 那么再来就是说呢 你在选这一批车的时候 其实它品质上没有什么问题啦 可能就算你要注意一下它的里程表 因为 有些里程表它标的是英里 跟公里 你不要搞错了 就是有些里程表呢 它写的是英里 你要在这乘以1.6 那有些是公里 这个一定要分辨清楚 这一代基本上没有什么通病了 必须这么讲 这个Caula Toyota维持一贯的高品质 在看车的时候就是注意啦 这个引擎有没有吃机油啦 底盘有没有一些异音啦 板件有没有缝隙啊什么的啊 这些基本的功课做一做就好了 这个车子真的是没什么大问题 而且冷气很冷 零件很便宜 很好找 这个拆车件也非常的多 非常适合年轻朋友呢 当然当入门的这个手排教练车啦 或是这个上路的第一台教练车呢 我个人都是非常的推荐 好的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跟大家继续聊聊 Caula E100这款车的故事 还有它在这个美国跟纽西兰 澳洲还有台湾这边市场的一些演变 希望大家会喜欢 也希望大家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节目内容 我是Celsea 我们下回再聊咯 拜拜